花莲縣秀林鄉公所办理的110年度 秀林鄉工艺品行销活动 即秀林鄉摄影集新书发表会 连续两天在花莲的远东百货来办理 在远百一楼维美馆展示了 秀林鄉108年征选出来的 优质文创工艺作品 另外也透过假日市集来呈现 泰鲁阁族精湛的工艺摊位 让泰鲁阁族以歌舞和行销的方式 来让在地的花莲相亲了解 泰鲁阁族的工艺之美 花莲縣秀林鄉公所办理110年度 秀林鄉工艺品行销活动及 秀林鄉摄影集新书发表会活动 上次号在远东百货举行 秀林鄉公所邀请花莲三大摄影学会的理事长 或是总干事担任评程委员 共计评选出116件优秀的作品 收入在山海交响原乡印象摄影及书册 以相片记录当代秀林鄉自然 景观一举人文风景特色 活动当中也办法2021年秀林鄉 一支独秀工艺竞赛奖项 分别为桌上行支部 博小组和国中组 传统地基支部 社会组 比赛是进行两天 秀林鄉致力于提倡培养 泰鲁格组支部基于人才 今年来持续开办初级中级高阶支部 引起课程 并且提供修林鄉推广 泰鲁格组支部基于人才平台交流 为了响应10月15号 为泰鲁格组感恩今年日 特别邀请参赛者穿着 泰鲁格组服饰 现场进行支部比赛 藉由参赛者支部温度 以及美感 共享一场丰富的 泰鲁格组文化饗宴 秀林鄉最美好的工艺品 最美好的大自然 能够呈现在市区这里 能够让更多的朋友 更多的乡亲 能够来分享 能够来了解 所以工所在做这样的一个 影集的一个筹备的时候 我们也发生了非常多 非常多的困难 但是还好文工课 都有一些筹备委员 都有委员 大家来提供不同的意见 让我们这本书能够完成 文化的工作 需要大家一起来努力 因为自己的文化 自己救 我们自己不重视自己的文化 谁能够来帮忙我们 没有人能够帮忙 所以真的感谢 这几年来 我们每一日 每一月 每一年 都有不同的呈现 都有不同的课程 都有不同的交集 但是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真的都找到了方向 新闻一条文革表示 秀林鄉相当重视 泰鲁格主传统及文化的传承 以及推广 有关创商品 手工艺品 有机农业 以及结合展览 以及文化市集等行销活动 也欢迎相信好朋友们 把我这两天的时间 请来打卡 领取消费券 以及消费满200元 可体验 泰鲁格主传统DIY工艺制作 出来有限 也请大家支持地方产业 体验缤纷秀丽的优质工艺 以及美景摄影 让泰鲁格主文化意境 再次活跃在现代社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